1926年5月28日 葡萄牙将军曼努埃尔 达克斯塔走进了军营 对着士兵们发表讲话 他表示 现在的文官政府 都是他们一群重制 害得大家连饭都吃不饱 国家被他们搞成这个样子 我们是时候提包上落 与他们痛臣厉害 为了拯救国家 大家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黎斯文 早已经群青激愤的士兵们 轰然允诺 中 仅仅八天以后 达克斯塔将军就带着 一万多名士兵 抵达了他忠诚的里斯本 解散了所有政党 成立军政府 葡萄牙第一共和国就此倒台 从此 葡萄牙开始了 近半个世纪的军政府时代 众所周知 在西埔与西的国家里 达成社会共识 比调停巴异矛盾还难 无论是伊比利亚半岛 还是中南美洲 这些国家都把分裂 当作社会的常态 可持育性的左右互搏 葡萄牙自然也不能例外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葡萄牙 保皇派 共和派 共产党 什么力量都有 但是 为什么1926年的这场政变 能够如此轻松的 推翻文官政府呢 因为在当年 有个人帮了 达克斯塔将军一把 这个人叫做 巴图尔·阿尔维斯·杜斯·雷斯 1896年 雷斯出生于里斯本 一个中产家庭 但他的家里 不是什么教师医生 而是做一些殷奸生意 他家里是开棺材铺的 跟邻居西班牙一样 二十世纪初的葡萄牙 过得也不太好 英法的全面崛起 将葡萄牙的殖民遗产 侵蚀殆尽 殖民地萎缩 带来的最直观后果 就是财政破产 葡萄牙政府在1892年 和1902年 两次宣布破产 曾经的殖民帝国 变成了穷逼帝国主义 当时的葡萄牙 状况奇之是危惨的 简直就是奇之啊 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 让葡萄牙统治者的安全系数 比马西埃时代的 高火状元还低 1908年 国王卡洛斯一世和王蜀 被人当劫打死 1910年 新国王曼斗艾尔二世 被踢下王座 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成立 可是 虽然新的共和政府 搞了一大堆改革 却并没有改变国家的颓势 葡萄牙依然朝着崩溃 狂飙途径 各方力量在街上激烈的交换意见 一片末日景象 按理来说 卖棺材应该是个 唯恐天下不乱的行业 可是大萧条之下 活人都没什么购买力 也就顾不上死人了 简单的说 雷斯父亲的棺材布 在动乱中破产了 本来在学校里 学习工程学的雷斯 一下子成为了富二代 不得不辍学回家打工还债 不过 雷斯有一个特别的优点 他长得比较帅 很讨女人喜欢 在那个冰黄马乱的年代 他很快意识到 自己明明能靠颜值吃饭 为啥非要和财华饿死 他很早就与葡萄牙豪族 阿泽维多家族的千金 路易莎相爱了 路易莎丝毫不嫌弃 雷斯是个穷小子 在雷斯家破产后 路易莎坚定地嫁给了他 1916年8月 俩人举行婚礼 面对着情深义重的妻子 雷斯深怀感激 他对天发誓 一定要给妻子最好的生活 然后老天爷就一嘴巴巴 把他打醒了 残酷的现实教育了雷斯 心急吃不了热炕头 发誓并不能赚来钱 结婚以后的雷斯 经济状况没有任何改善 夫妻俩还是吃老丈上的 穿老丈上的 连孩子都是老爷养着 岳父大人倒是丝毫不差钱 可是本来就看不上雷斯的他 面对着这种情况 就更为不爽 这个新女婿在他眼里 就是使喀朗跟踪消化不良的 一门心思吃软饭的 所以岳父每天对雷斯 横条鼻子出条件 表示你也老大不小了 是不是该准备后事了 时间久了 连家里的仆人 都不再尊敬雷斯 作为新女婿的雷斯 在丈人家里 不说是德高望重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人见狗闲 雷斯并不是个没志气的人 长久的骑士让他无法忍受 最终雷斯痛下决心 对着妻子说 宁坐高老庄肥手 不坐广安公田狗 既然岳父看我如此不顺眼 我们离开利斯本吧 去殖民地安哥拉碰碰运记 将来混出个人样再回来 雷斯的妻子路易莎 倒是丝毫不介意 跟雷斯去安哥拉吃苦 但是 去安哥拉需要一笔不小的路费 夫妻俩根本没有这笔钱 想要不花钱的方法也有 普通牙政府建设的 安哥拉物税厂正在招工 如果应聘成功 可以公派过去 可是 雷斯念了一年公正学就辍学了 连个证都没有 根本没法应聘 不过这点小事难不住雷斯 被逼到绝境的他 早就已经不择手段 本来无一物 我他也无望不住 雷斯很快伪造了一张毕业证 为了保证应聘成功 他直接伪造了一张 牛津大学的毕业证 不过 毕业证上要写相关信息 所以他编造了一个 不存在的牛津大学理工学院 在毕业科目里 足足写了40多门课程 什么土木建筑 数学机械无所不报 葡萄牙达尔文的水质 结果 对于这么一个万金牛市的毕业证 负责招聘的葡萄牙公务员 没有任何怀疑 而且感叹 如此大财居然肯去救 来我们安哥拉工作 毕场真是蓬蔽生辉 很快他们就录用了雷斯 连路费到住所全部安排好了 所以 你笑雷斯不懂牛津 他笑你不懂葡萄牙 就这样 身无分文的雷斯 靠着一张假证 获得了去安哥拉的船票 他一生的传奇 即将由此开始 到达安哥拉以后 雷斯靠着当年学过的 一年工程学 还真的把工程师 这个工作应付下来了 可是 他的心思并不在工作上 有一天 他在一个酒馆里 听说了一个八卦 有一位葡萄牙大佬 在被安哥拉打拼多年 准备退休回到老家一养天年 他手里持有 安哥拉当地铁路公司 69%的股票 准备套现上岸 拿笔钱回老家去 雷斯研究了这家公司后 发现这家公司 财务状况相当好 吃尽这些股份 稳赚不赔 但遗憾的是 自己没有那么多钱 来购买大佬的股份 不过没关系 已经靠造假证 骗了一份工作的雷斯 不介意再施展一下神动 很快 雷斯找到了大佬 表示 自己愿意一次性 吃下大佬的所有股票 省着您零卖麻烦 只是希望价格优惠于人 老爷子着急回家 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俩人很快谈错 雷斯当场给大佬 开了一张 蒙特皮奥银行的支票 蒙特皮奥银行 是一家新型的协会银行 当时在非洲 并没有兑付业务 所以 拿了支票的大佬 只能回扑特牙 才能换成现金 而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 支票上写的数字 是否能兑付 大佬根本无从知晓 其实 雷斯给大佬开的是 一张典型的空投支票 他在账户上根本就没钱 当然 如果雷斯只是这样的话 也只是个拙劣的诈骗犯而已 一旦大佬回到葡萄牙 去兑现支票 那雷斯就是厕所里面打击铺 离屎不远了 但是 雷斯对此早有准备 他在控股铁路公司后 迅速将公司账户里的公款 转到了自己的户头里 半个月后 大佬的船还没到葡萄牙 当初雷斯开出的那张空投支票 就已经成为了能兑现的支票了 当然了 雷斯拿着公司的钱去还私债 如果被查出来 他还是要坐牢 可是安格拉作为殖民地 其监管没有欧洲那么严密 这家铁路公司的盈利状况又很好 没过多久 雷斯就用新赚来的钱 把公司的窟窿堵上了 就这样 靠着空手操白朗 雷斯轻松获得了一家铁路公司 一跃进入了资本家行列 1922年 雷斯卖到铁路公司 带着路易莎一锦还乡 虽然他如今的财富 与岳父家相比依然不值一提 但至少 这次岳父不再鄙视他 回到葡萄牙的雷斯 用自己的钱 控股了一家现金流 很充沛的农业公司 然后打算救济重施 挪用公司公款 为自己收购葡萄牙 矿业公司的股票 这家公司拥有四座金矿 两个钻石矿和九座铁矿 一旦雷斯得手 他这辈子都不会再被钱发手了 可是 雷斯算错了一点 他的把戏 然后雷斯理所当然的进了监狱 好在律师靠谱 他只被关了一个多月就出来了 在我们这个系列里 大家可以发现 监狱是个思考的好的地方 这里的人心最静 在监狱里的雷斯 在思想上开始了 亡不退壳 自我开脱 首先 他意识到 自己这样空手套白狼 不是个曲子 这种虚拟经济还是不行 还是得干实业 干实业 就是制造业 要制造东西换钱 那么什么东西最值钱呢 当然是钱最值钱呢 雷斯顿悟了 为什么要造东西换钱呢 我他妈直接印钱不行吗 如果说赫尔曼拉姆 在监狱里的思考 是抢劫界的龙场悟道的话 那雷斯在监狱里的顿悟 就是金融犯罪界的上帝神奇 从那天起 一朵雷斯的乌云 逐渐笼罩在了葡萄牙的深空 自从纸币诞生以来 想要印假钞的人从来不少 这个行业门槛低见效快 没有中年商专差价 是想要凭空报复 过上幸福生活的 油质人士们的不二选择 但是这个行业 始终有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是假钞会被人辨认出来 就像那个经典段子 为什么你要印假钞 因为我不会印真钞 但是雷斯跟他们的思路不同 他接下来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 这是熊猫点外卖损到家了呀 出狱后的雷斯 没有着急去买一刷机 而是找到了三个人 荷兰商人卡尔玛拉 表面是商人 实际上是间谍的德国人 阿道夫·亨尼斯 以及一个葡萄牙人 何塞班德拉 何塞没有什么身份 但是他哥哥安东尼奥班德拉 是葡萄牙的高级外交官 找到这几个人以后 雷斯草拟了一份合同 合同的假方 是葡萄牙政府和央行 一方是雷斯 内容很简单 就是雷斯以自己公司的股份为抵押 从政府获得了一笔贷款 以投资在安德拉 在当时的葡萄牙 这样一份合同需要政府认证 外交认证和央行认证后 才能生效 然后一号工具人何塞出场了 他在哥哥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偷来了哥哥的签名和公账 轻松地帮雷斯搞定了外交认证 再然后 带着有外交官认证的合同 雷斯在一个即将下班的周末下午 找到了一个全里斯本 最心不在眼的政府公证员 来给这份合同盖章 这个公证员果然草草地翻了一下合同 随便验证了一下签名后 就盖上了政府公证 政府认证搞定 最难的是央行的认证 恰好的是 雷斯有个亲戚 欠了当时葡萄牙央行长 罗德里格斯一笔钱 已经拖了很久没还 雷斯此时主动帮亲戚 给行长大人还了钱 按照当时的惯例 行长大人亲笔写了一封感谢信 里面印上了自己的签名章和手写签名 现在 这份拥有外交官和央行行长签名 政府和外交双重公章认证的合同 已经无限趋近于真实 如果此时雷斯拿着他去银行提取贷款 大概率也是能成功的 只不过将来会不会发现就不好说了 可是 雷斯没有拿着合同去骗贷 而是再次草拟了一份合同 在这份合同里 它变成了甲放 葡萄牙政府和央行变成了乙放 这份合同的内容是 雷斯的公司以500万美元为代价 获得了印刷等值的安哥拉货币的权利 这些事听起来令人难以理解 需要结合历史背景 在20世纪20年代 世界上的通讯还相当乐厚 没有互联网的时代 也谈不上什么外汇体系 无论是美元还是硬帮 在大多数殖民地都是花不出去的 如果一个外资企业想要进入殖民地 他们需要把一些硬通货 质押在宗主国这里 然后被准许印刷等值的殖民地货币 以方便投资 而在雷斯的合同里就是这种情况 在合同里 雷斯质押了500万美元后 政府允许他印刷价值500万美元的安哥拉货币 以在安哥拉投资 我们都知道 这份合同是雷斯自己在办公室里瞎写的 整个质押500万美元都是鬼话 可是 当雷斯把之前获得的政府认证 外交认证和央行行长签字 给拼接到这份新合同上的时候 这份合同看起来可是真的不能再真了 然后 拿着这份看起来像真的一样的假合同 雷斯派荷兰商人卡尔马朗 找到了荷兰的一家印刷企业 要求他们印刷这批钞票 这家企业拒绝了雷斯的要求 因为他们并不具备这种技术能力 所以 荷兰印刷厂出示了一封推荐信 推荐他们去英国的沃洛特印刷厂 大半个欧洲的钞票 都是由那家印刷厂印出来的 雷斯早就料到了这种情况 他要的就是这封推荐信 这样他才能有理由去找沃洛特厂 离开荷兰后 他命令马朗带着合同 印刷厂的推荐信 和带有央行行长签名的授权书 去了英国 马朗来到沃洛特厂 要求英国人帮忙印刷这批钞票 英国沃洛特印刷厂的厂长 魏连先生是个非常谨慎的人 就是这份谨慎 才让他获得了这么多印刷的生意 他看到这份齐全的证明后 并没有完全相信 而是金笔给葡萄牙央行行长 罗德里格斯写了一封信 询问是否有委托印刷的事情 沃洛特厂的谨慎 自然也在雷斯的算计之中 这时候 他在另一个工具人 德国鉴定阿道夫出场了 魏连先生的信根本没出英国 就落到了阿道夫手里 由于之前已经拿到了 央行行长的亲笔信 雷斯模仿罗德里格斯行长的笔记 给英国写了回信 信中除了确认印刷却有其事外 还另外嘱咐了一句 殖民地业务不宜大张旗鼓 需要严格保密 得到了多方确认的 魏连先生又没有国家反诈APP 他觉得没有必要再怀疑了 这是一本利润可观的大活 得到了雷斯给的预付款后 印刷上昼夜不停的开足马力 没过多久 就把这笔价值500万美元的 安格拉货币印出来的 看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好奇 折腾的这么复杂 就为了获得点安格拉货币 值得吗 那鸟不拉屎的鬼地方 有啥可买的 500万美元花得出去吗 这里就要说下 当时的葡萄牙人 留下的可怕bug了 当年的葡萄牙金融官员们 葡萄牙的货币 名字叫做S库多 沃洛特厂就是完全按照 上一批印刷的S库多的版式 来印刷这批安格拉货币的 当时安格拉货币 与葡萄牙货币的唯一区别是 安格拉货币就是在 葡萄牙S库多的基础上 加盖一个字母A 可是如果葡萄牙央行 不盖上这个字母的话 这批安格拉货币 其实就是葡萄牙货币 当时的安格拉S库多 与葡萄牙S库多的汇率 是0.55比1 也就是说 这批500万美元的安格拉货币 由于没有央行的加盖字母 实际上等于1000万美元的葡萄牙货币 1925年2月 经过沃洛特厂的全力生产 足足20万张面值为500的葡萄牙S库多 被送到了里斯本 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了 在1925年 1000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呢 按照购买力算的话 在当时 一辆崭新的新款雪布兰售价 是525美元 最豪华的别克 也不过965美元 而纽约市中心核心地带的 三十两天的大房子 售价大概是2000美元 也就是说 这笔钱 差不多能买1万多辆豪车 或者5000套纽约的豪华物浴 这个购买力听起来 可能没有那么惊人 但不要忘了 葡萄牙当时是一个 只有600多万人的小国 按照相对数字算的话 当年葡萄牙人的平均收入 约为144美元 雷斯印出来的这些钱 差不多相当于7万人全年的收入 超过葡萄牙年GDP的1% 如果换算到中国 大概感觉差不多是 一个人手里有1万多亿人民币的现金 而由于这笔钱 是由正规印钞厂印出来的 是官方出品的验品 跟金钞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雷斯他们丝毫不需要 分批化妆等等 直接拿出来就可以划 雷斯终于可以履行 自己当年的承诺 他起手就买下了 修建于18世纪 极尽失华的金同工 送给妻子当地一物 但买房还远远不够 雷斯带着妻子去巴黎凤凰扫街 以公斤为单位买珠宝 至于他的工具人 也纷纷鸟枪换炮 偷哥哥印章的何塞班达拉 直接在巴黎克拉里奇常驻 每天声色悬马 还骗到了一个荷兰女星当情人 当然 雷斯并不是一个失去理智的人 他除了挥霍无度以外 也没有忘了正事 他陆续买下了三家大农场 和一家出租车队 投资了若干甲证券交易所 和外汇市场 除此以外 他还收购了西班牙的 西斯巴诺汽车公司 并且对葡萄牙新闻日报 开除了自己的报价 准备收入囊中作为喉舌 除了在葡萄牙 雷斯还杀回安哥拉 买房产 买矿山 买农场 买一切 雷斯根本不计较价钱 当地的殖民地官员 和地主们赚得盆满钵满 感动得热烈盈狂 只顾救世主降民了 不过 即使这样投资 雷斯依然远远无法 消化自己的巨欧财产 为了处理这些钱 雷斯直接开了一家 安哥拉铁路银行 用自己的钱放在吃利息 爷签成钱了 利用这家银行 雷斯想要玩一把最大的 他想要收购央行 是的 作为只有六百万人的小国 葡萄牙政府就这么没有节操 连央行都是股份制的 经过雷斯的计算 只要四万五千股股股票 他就可以成为 葡萄牙央行的控股股东 于是 他在三个月内 大举收购了 两万六千股葡萄牙央行的股票 如果他成功地控股了央行 那么他印钱的行为 将会被永久地掩盖住 不会有任何人调查他 他几乎成功了 如此巨量的货币 在几个月内 有融入一个六百万人口 小国的市场里 大概是什么感觉呢 如果说 雷斯的行为叫大水漫灌的话 当时的其他货币交易 就只能算是尿简样本 雷斯的疯狂消费 带来的直接后果 就是葡萄牙开始了 飞速的通货膨胀 因为市场上的M2 大大增加了 五百元的S库多 是当时葡萄牙面值最大的货币 而当时葡萄牙全博 也就只有大约二十万丈 五百元的S库多 雷斯直接让这种 大超的数人翻了一位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但是物价上涨了 葡萄牙人的工资可没涨 普通百姓眼看着物价飞涨 吓得不敢再存钱 而是纷纷把储蓄拿出了消费 存起各种物资 结果在雷斯的带领下 葡萄牙居然在1925年 迎来了市场繁荣 泡沫经济的属于是 面对着莫名其妙的通货膨胀 当时的有识之士 都觉得情况不对 很多人推测出 市场上肯定有大量价币 可是葡萄牙央行 竭尽全力 也查不出有哪些货币是假的 毕竟雷斯印的 都是如假包换的针田 整个葡萄牙高层 就是路易十六拿着海菲斯 摸不着头脑 其实 如果当时葡萄牙银行 有验号部门的话 是可以查到市场上 有相同编号的货币流通的 可是 当年的葡萄牙人 根本没想到会碰见这种情况 所以 压根没设立这个部门 在葡萄牙政府的一片忽疑中 某一天 葡萄牙日报给他们提供了一点思路 事情的起因 是这家报酬的记者舍胡洛 因为贪图低息 自己找据雷斯办的银行里 想办点贷款 可是 跑了几次手续后 他就发现有点奇怪 这家银行天天往外放钱 在看不见有储户进来呢 啥家庭呢 只放贷不稀图 这名记者倒是没怀疑 银行的股东印价钱 毕竟哪个探机生物 都想不到这种事 不过他的结论更惊悚 这一定是德国人 来扰乱我们经济的阴谋 不然那个叫阿道夫亨尼斯的德国人 怎么总往这跑 葡萄牙记者认为 一定是德国人在一战中 吃了大亏 想回点血 所以来坑入我们葡萄牙 我估计 魏马共和国的高层 如果看到这篇报道 高低得给葡萄牙日报写封感谢信 难为你们这么看得起我 不过 既然媒体都报道了 葡萄牙政府也得做个样子 葡萄牙银行贸易委员会 派出了一个叫迪雷托的检查员 带人去了雷斯的银行 表示要封闭金库和账目进行查验 可是 迪雷托从白天查到了深夜 也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正在他准备放弃时 一件小概率的事情发生了 迪雷托在关闭一个托影箱时 居然意外地发现有两张相邻的钞票 号码一门一样 但即使碰见了这种事 迪雷托也没有往别处想 而是觉得银行应该收到假钱了 他叫来同事们来分辨假钱 可是 这群在银行里 莫帕古纳一辈子的同事们 穷尽毕身功力 也没发现有哪张是假的 只能得出一个惊悚的结论 两张钱都是真的 懵逼的调查员赶紧叫来更多人 大家把金库里的钱挨个按序号排列 这下大伙急给震惊了 因为他们发现了大量套码相同的钞票 调查组非奔区报告 央行行长罗德里格斯 知道消息的罗德里格斯 同样感到震撼 但他依然没想到有人敢玩这么大 还以为是英国印钞厂办事不靠谱 印错版了 他赶快联系英国的威廉先生 然后大伙集体斯巴达了 得知真相后 葡萄牙警方体现出了难得的效率 此时的雷斯正在公海上 还不知道国内发生的变数 葡萄牙警察等不及他靠岸 人也开船冲到公海上把他逮捕了 除了德国间谍阿道夫 消息灵通跑入成功以外 他的几个工具人也没一网打尽 罪犯被抓住了 可是葡萄牙政府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对于这起牵动整个社会的起案 保密是不可能的 雷斯被捕当天 整个葡萄牙都知道了 国内的500元面值的S库多是假货 所有的商家都拒收了这种货币 可是500元面值的S库多 是葡萄牙货币交易的绝对主力 这种货币退出流通后 小额零钱根本无法支撑正常的交易和开支 葡萄牙的货币体系瞬间崩溃 更坑的是 葡萄牙央行也根本无法区分哪些是假币 因为两个批次都是如假包换的真钱 央行完全束手无策 被坑散的老百姓们纷纷强烈抗议 要求政府别给他们损失 情绪激动的差点把央行大楼砸了 为了稳定国民情绪 葡萄牙政府要求央行承认所有的500元的S库多 无论真假一律予以兑换 罗德里克斯行港都哭了 足足一亿多S库多呀 我们的小额货币储备根本就不够用啊 这时候一个官员提出了建议 要不我们换个思路 执行普兰B 我们不给市民兑换货币 然后让大伙冲进来把咱们打死 一番思考之下 大家一致认为还是普兰A大家更能接受 葡萄牙央行硬着头皮同意兑换500元S库多 消息一经传出 全国的国民们瞬间挤爆了银行 短短20天时间 12万张500元货币被回收 银行的小额货币储备全部高兴 更糟糕的是 一群真正硬假钞的人出来凑热闹 念了不少假的500元S库多 想要趁热来捞一笔 极大的影响了兑换效率 把葡萄牙银行业折光倒崩溃 由于银行的货币储备告庆 加上兑换业务基本瘫痪 葡萄牙政府不得不宣布 从1925年12月26日起 所有500元面值的S库多停止流通 事到如今 葡萄牙第一共同国政府的信誉基本破产了 一个27岁小青年 居然轻松地钻了你们这么大的空子 但凡你们有一点防备 也不至于一点防备也没有了 所以几乎所有的企业和市民们 都做出了共同的决定 葡萄牙银行的信誉要完了 大家赶快去银行提现 这种情况 有个大家都知道的名词 叫做挤兑 除了挤兑外 有门路的人 深深把手里的S库多 换成美元英镑和黄金 S库多的价值一落千丈 很多地方根本就不承认了 国家的货币体系崩溃 冲击的是社会的所有阶层 从穷人到富豪 从警察到军队 从农民到学生 在雷斯的帮助下 葡萄牙社会终于达成了空前一致 政府就是一群王八蛋 在雷斯这个导火索下 第一共和国政府 终于成为了全国公敌 也就是我们开篇说的政变的来源 那么作为罪魁祸首 雷斯的下场是什么呢 在被捕后 面对铁证如山 雷斯没法抵赖 干净利落地交代了自己的所有罪行 但是 此时的葡萄牙 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动荡之中 政府根本腾不出手来收拾他 直到1930年 我琢磨着这应该是念在他退翻前朝有功 不然怎么着也想不出他不被枪毙的道理 由于雷斯为妻子路易莎买珠宝的钱也算是假币 因此路易莎也被牵连 于1926年8月被捕 是家里花了大力气才报告出来的 可是 出狱后的路易莎对雷斯依然没有任何怨言 一直等到他于1945年出狱 在快乐而清贫的生活中 他于1951年在雷斯的怀里去世 享年56岁 应该说 在这一点上雷斯是值得羡慕的 他的财富是假的 但他的爱情是真的 出一货的雷斯拒绝了政府提供的银行职员工作 改为从事贸易 在路易莎生年他老实了几年 路易莎死后 本性难改的他又骗了一个商人6万S苦多 不过这次他没进监狱 因为他在1955年就病死了 此时生无分文 没有任何遗产 当年雷斯的工具人 偷哥哥工章的何塞班达拉也被判刑15年 这个人因为这件事完全射死 他的哥哥终身不愿意再见他 他于1960年去世 此时同样生无分文 帮助雷斯拦下印刷厂老板信件的德国间谍阿道书 躲过了抓捕却没躲过报应 他在过了一段奢侈生活后 就被自己的一个朋友骗光了家产 于1936年引误误诊去世 而被骗得团团转的英国印刷厂老板威廉先生 在事后被葡萄牙政府告上了法庭 最终被判处赔偿葡萄牙央行61万英镑 这件事以后 他企业的信誉破产 曾经在欧洲鼎鼎有名的沃洛特印刷厂 从此倒闭 至于葡萄牙 军政府并没有为国家带来任何稳定和繁荣 葡萄牙一直在下坡路上猛踩油门 二战中日本欺负他 二战后印度欺负他 在冷战中 连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位 在达赫美集资建坊的马家都敢欺负他 全球各国都看穿了葡萄牙的狼话本质 各个殖民地纷纷独立 随着2002年东帝万正式独立 葡萄牙殖民帝国彻底烟消云散 所以到头来 这是一个生死有命 各取包容的故事